歡迎來到愛家好醫生 如果你今天點博克萊的新書排行榜 或者是一整年的銷售排行榜 你就會發現前面排名前面 通通都是跟投資理財有關 台灣人對於投資理財 已經到一個瘋狂的地步 任何的這種資訊 每天每天的不斷出現 在教養上我們也開始重視這一塊 就是希望孩子從小能夠學會 怎麼樣掌握金錢 所以很多很多的議題 都已經開始在討論說 我什麼時候要給小孩零用錢 怎麼樣讓他學會花錢 怎麼樣儲蓄 甚至還教他投資等等的 到底零用錢應該幾歲給 應該怎麼用 今天我們有一段VCR 去路上我們的團隊 去路上街訪 一些爸爸媽媽 怎麼樣在時機點上 什麼時候給孩子零用錢 又教他們怎麼花呢 等他上國小 大班要上國小的時候 我覺得應該會是小學 三年級以後 是我到他們上國中才給零用錢 我應該會幫他自己開個戶套 把他存起來 在一個某個時段 開始生日還是什麼時候 送他一個鋪滿 讓他有那個 就是在教他那種觀念 讓他有那種投進去 儲蓄的那種感覺 我會建議他儲存起來 儲蓄起來 應該是固定的給 而不是獎勵的給 應該會定期啦 應該會定期給他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真的 你用獎勵用錢 這個東西實在是有點 不是很恰當 我不會用獎勵的方式 我的小孩現在五歲 那我每個禮拜 我都會給他零用錢 但是是用獎勵的方式來給他 就是他一個禮拜呢 做了多少是對的事情 例如說他早上起床有刷牙 這個就會得到一個點數 那一個禮拜下來 會給他20塊錢 當作是獎勵 可是很多人跟我說 不能用這樣獎勵的方式 來給零用錢 那這樣子會養成 小孩不好的金錢觀 那到底應該怎麼做呢 看來大部分的父母的 這個做法都很不一致 有人是五歲 有人是小學以上 甚至小學都不給 這個問題我想 可能沒有很明確的標準答案 但是應該也有一個 共同的方向 找出這條方向 我們今天請到 孫明儀社公司 以及黃天仁牧師 讓我們一起來摸索 零用錢 在兒童教育上面的角色 我相信一開場 爸爸媽媽可能最想聽到 第一個問題 就是說到底幾歲 要給孩子零用錢 可是我就偏不講這個 因為我覺得這個問題 不是最重要的 因為每個孩子的個性不同 住的地方不同 黃牧師住那個地方 跟住在都市 還有現在有些 住在中國大陸的 根本沒有現金了 直接用打的 所以我想年齡恐怕 不是我們第一個要務 我們先討論一個 就是在影片裡面 也有媽媽問的 就是說 我在給孩子零用錢的時候 跟他的表現 去連結在一起 不管是做家事 給零用錢 或是表現好給零用錢 這樣到底是好 還是不好 兩位 孫老師有給孩子零用錢嗎 或是你有用 我們家很不一樣 我們家的狀況是 每年過年的時候 就是孩子會有紅包 那我們會幫他存 但是我們就會要求他 四年級開始 我們就會問他們說 你們覺得你們接下來一年 可能會花多少錢 你把它留下來 然後這一年的過程 假設是必須 然後不夠的 我會先借你 然後之後你再補 那我們這樣做的原因 是希望他們自己去思考 我在什麼時間點 可能用到錢 我可能會需要什麼樣的錢 黃牧師呢 我們家是不給孩子零用錢的 對 但是如果有一些屬於公共場合 你要去幫助服務 幫忙做志工洗 洗很多碗 我們會有給他一些 但是小時候 我們的小學以前的規定是 你的錢的三分之一 要孝順父母 然後三分之一 要幫助孤兒 三分之一 才是你自己的規劃 所以我們發現 有一個價值觀 就是錢是拿來祝福人的 這個是我們希望幫助孩子的 對 我覺得從自己的原生家庭 就會帶出那個教養的 用零用錢教養的態度 像我跟我太太 就會完全不同 為什麼我們家零用錢 制度會亂成一團 就是因為我太太小時候 是跟黃牧師家一樣 是沒有零用錢的 是 你需要什麼 你跟我講 爸爸媽媽決定我要不要給你 那我的 我的原生家庭就是不一樣 我媽媽比較像是孫老師的做法 就是說 她固定 隨著我的年齡成長 她的零用錢就慢慢慢慢增加 但是她一樣 她會牽扯到有一些家事的部分 她會說 做是應該的 不會有獎賞 但是你沒做就要扣錢 對 然後或者是說 某些 如果每天都有達成某個事情的話 有Bonus 獎金 然後她也會要我記帳 從我媽媽發零用錢開始 我就開始必須要記帳 所以我的整個 我媽媽是客家人 所以我的家庭是這個樣子 好 那我也沒有誰對誰錯 我覺得兩邊都很好 那只是面對這個 我們兩個不同的背景 面對孩子的零用錢的時候 我想我們就有一些些做法就不同 所以我老婆對於我發零用錢這件事情 她就不在乎 她說你們要是跟爸爸要 這個對我來講不是很重要 好 不過影片裡面有一個媽媽 她是真的很想要知道答案 就是說她的小孩 比如說做一個好事情 然後我就可以立即的用點數 只是因為你聽話 好 我今天說 待會兒誰能夠這個 替這個十點前 就全部都躺下的話 那你今天每個人都 可以得到五個點數 OK嗎 我覺得不OK啦 不OK 但是我覺得可以用其他的部分 就是全家一起去運動 一起去幫爺爺奶奶按摩 這個可以給她點數 OK 對 但是家裡面基本的 你自己玩具弄亂 你本來就要幫忙洗洗碗的 然後你不洗沒有扣分 那洗了還可以加分 那我覺得意義就不大 是 是 孫老師覺得呢 我可能比較會用直接的特權 比如說十點以前 誰先躺在床上 誰就可以選床邊故事 類似像這個樣子 對 就不會是一個好像 很抽象這個點數 那急了 急到了幾點以後 我要去換一個哆啦A夢 但是這個哆啦A夢 跟我的行為 好像沒有一個直接的相關 所以就變成又過了一層 好像沒有那個直接的效應 有道理 所以剛才講到一個是 家事不應該跟靈魂前綁 在一起 這個成績或表現 不應該跟靈魂前綁在一起 因為那是一個愛的 接納的表現 我想成績跟靈魂前綁在一起 只會讓孩子越來越注重成果 那其實你要他注重的是 他過程的努力 因為成果有可能是因為運氣不好 或者是沒有努力足夠 可是他的努力應該要 他要自己看到 不然他沒有得到那個成果 他就垮了 他覺得他自己很糟糕 那個就是溫不樂見的 那可不可以把努力 跟靈魂前綁在一起 像什麼呢 每天只要有坐在書桌前面 我有看到你有在認真念書 每天你都有按照我們的規範 就時間到了 你就是放下一切去念書 然後努力 那最後成績我不管多少 你知道每天有做到就OK 很多事情沒有一個標準答案 所以我想在家裡面 家庭的文化 還有你自己的舒適程度 你要花時間去想 怎麼樣協調這些 然後嘗試了解孩子的需求 但是我在這邊想要提醒大家的是 金錢永遠比不上爸媽的陪伴 每天你都按照我們的規範 時間到了 你就是放下一切去念書 然後努力 那最後成績我不管多少 但你知道每天有做到 就OK 就給零用錢 當然也許一開始 這可以是一個誘因 但是我覺得那個後面重要的是 你要去跟他討論 為什麼做這件事 對他來講是有好處的 你要的是那個動機 那個動機不應該是錢本身 也有人覺得說 孩子做家務給零用錢 也有好處 他就會理解這個社會就是 要付出才能賺到錢 那我覺得這個看法 也是沒有錯的 所以最後就是個人的選擇 你選擇相信什麼 因為國外很多家庭是 是這個樣子沒有錯 去除草 你就有錢了 你就十塊 對 我個人覺得是這樣子 如果今天在家裡面 我覺得煮飯 燒菜 洗衣服 我覺得不應該給 但是可能因為家裡面的除草 你可能必須委外 你懂得是嗎 那委外這件事情可能 那孩子自己做 那我可能給相等 或給他一半錢 那我覺得這是OK的 你給他一半的錢 你要當童工嗎 對 沒錯沒錯 OK 好 但是我覺得重點還是 後面的錢的意義在哪裡 你怎麼去做這個分配 不論是理財也好 或者是住人也好 或者是去感恩某一些人 那我覺得這個才是他的重點 我們提到重點了 零用錢幾歲給 怎麼給 或者是是不是要跟這個 家事或者是家裡綁在一起 也許有一些爭議 但是我覺得最核心應該是要討論 錢在你生命中的意義是什麼 我今天就算給你零用錢 那你要怎麼花它 你覺得這個花的價值 背後的價值觀 背後的品格是什麼 這騙不了人呢 基本上第一件事情 他就copy你的 是 我覺得小孩子拿到錢 孩子一定學父母的樣子 對啦 對 第一個先copy你的 然後第二個才是 自己的生活圈發現 這招很有用 經驗是什麼 對 經驗 然後他才會衍生出 他自己的花錢習慣 對 所以copy爸爸媽媽這件事情 就很恐怖囉 我們要不要給孩子知道 我們家裡面的開支狀況 我們孩子很清楚 真的 對 包含就是這個月錢不夠 那這個月我們要多少給出去 我們家孩子是清楚的 是 對 你們家 我們家沒有 完全沒有 不讓他們知道 原因因為我也不太知道 蛤 對 我們我覺得我們家對錢的 比較沒有那麼敏感 可是我覺得在那個 帶養的過程裡面 很重要的是 叫他們區變需要 跟想要的不同 所以其實每一次 帶他們出去的時候 可能他們會有一些 我可以買嗎 那我們就會有一個討論 需要跟想要的不同 對 每一次只要講到零用錢 就一定會 你知道節目上就會講到 需要跟想要 我希望我來知道 需要跟想要不同 我又叫他畫一個格子 急迫不急迫 需要跟想要 要不舉個例子 什麼樣叫需要 什麼樣叫想要 在我們家需要跟想要 就很清楚 孩子有他的想要的東西 那爸媽也有爸媽想要的東西 那在我們家的規矩是怎樣 就早上起床呢 你不夏天是不能吃早餐 那孩子就會賴嘛 對 那就看你的底線 是不會被突破 那我們這樣還是在選擇的時候 如果今天我有一個事情 需要就去做 他就去做 我說那早上你要拔草 還是要種樹 還是要搬石頭 所以他就會想一想 哪個比較輕鬆 對 一定的 所以我們家沒有是非題 你要還是不要 因為孩子一定選不要 他選最輕鬆的 那我覺得現在的父母 都很民主 都讓孩子選要跟不要 父母都輸了 對 那我覺得在18歲之前的孩子 我們必須把他有一個規範 就像火車需要鐵軌一樣 對 那他得選一個 他必須去做的 然後完成之後 就可以得到 他應該得到的那個早餐 對 那這是我們在訓練 年輕人的方法 對 那包含出門 你花錢當然買一個 寶特瓶的水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你可能買得很容易 但是這個水瓶 它的製造 要浪費60倍的水 對 環保 對 所以我們會給孩子 很多這樣的觀念 說我們出門自己帶水 自己帶杯子 或者自己帶提籃 對 然後減少塑膠袋的使用 那這個就是我們身為一個 人在地球的價值 你是擁有越多越快樂 還是給出去越多越快樂 那是我們希望幫助孩子 慢慢去釐清這個價值觀的 對 所以網路上有一個 很特別的影片 他說當你要得到的東西的時候 你把你的主權是交給那個人 那個人要不要給你 對 可是當你要付出的時候 沒有人能夠阻止你付出 所以你反而你是自由的 對 所以你可以想一想 你如果人生要自由 就是我自由地給 但是別人要不要給我 其實那是別人的事情 我覺得那很有意思 這個想法還滿好玩的 其實在那個服務跟奉獻的過程 除了看到那個 自己可以怎麼運用金錢以外 你也在培養孩子的同理心 那我們小孩其實 二三年級的時候 有一次就因為看到敘利亞的難民 然後他就覺得 他想要來做這件事 他想要來發起一個 就是讓同學也知道 有其他小孩很suffer 那他到最後也 因為這樣子他就攝取到 原來UNICEF 那個聯合國的兒童會 他們有捐款的途徑 那他就主動來跟我說 媽媽我要捐錢 我要用我的零用錢捐錢幫助他 當父母要把錢給孩子 去做管理的過程裡面 第一個讓孩子學習的是感恩 對於曾經愛他的人去感恩 對爺爺奶奶 對爸爸媽媽 對他的好朋友感恩 那第二個是奉獻 去幫助需要的人 我們身邊有很多需要的人 可是他在同學當中 他的身邊的好朋友裡面 有一些人有特別的需要 那我覺得那個的gay 就是一個很好的學習 所以孫老師雖然你都不剛剛 就是你也搞不太清楚家裡的收支狀況 真的是很糟糕 所以你也沒有跟孩子說 因為其實花錢的機會很少 對 可是你有沒有像很多家庭會給孩子開戶 然後就是 有有有 這個倒是有 對 然後也有幫他們買基金 那這個買的過程可能就會邀他們來了解一下 因為這個是他的錢嘛 對 所以就會 他們懂嗎 我會解釋一下 然後告訴他說 你懂嗎 對 這問題很好 我先生也常問我這句話這樣子 我是因為有幾個朋友在金融界 所以我要做這件事情我會先控制他們 你看牧師剛剛講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很直接的 付出然後有收穫 然後我運用我的錢 對 可是投資不是 投資是你錢交給別人 然後他去弄 然後他賺錢分離一點 他沒有就沒有 對 就這個 當然在這個世界就是很正常的金融遊戲 可是我常常每次午夜夢回在想 這個在信仰上面它是 會不會有衝突 對會不會有衝突 所以有點不勞而獲的感覺 過去傳統的教導真的 我們牧師這方面是非常保守 是 但是後來因為我自己還是在家教育 我就跟他們講說 你們現在最重要的錢不是拿來存的 是要建立你的專業能力 建立你的世界觀 建立你的心胸 你必須存一部分 那你要用多少時間去存到一個下一個階段 你要去做一個人生轉換的過程 那才是你要去做的理財 但是你前面如果沒有先建立好 只是因為先生你賺好多錢 我就跟著你去跑 這個太太說這個也不錯 我就跟著他去跑 那比較盲目 對 那個錢只是為了自己的需求 而不是只是為了一個 對自己的家庭有更好的未來 對 那這個我覺得就是不同的目標 我也碰到一個狀況就是說 孩子他從小就喜歡在學校炫耀給別人看 比如說他有零用錢嘛 所以他就買好東西 你看我有最新的那個 那當然可能爸媽就會開始擔心 那我記得有一次他們就用這個問題來問我 那希望就是看能不能有一些答案 我就覺得今天重點不是炫富的問題 或炫耀的問題 重點是你的孩子從這個過程當中 他得到了別人的 對 羨慕 我今天給別人給我這個專注 對 大家看我那羨慕的眼神 好爽喔 對 我還想再嘗 隨時隨地都想要再品嘗一下 對 那可能下一次又再用這個方式 讓別人來注意他 那他的整個自信心 跟他的這個自我價值 就建立在別人對我崇拜的眼光上 是 所以當這個東西沒有 他當然就會很生氣 對 可是這個東西 我想不需要太專業的心理師 就會知道這個東西非常的空 對 就垮了 不是啦 總有更好的東西 總有更好的東西 那他口袋夠深了 對 那以長大以後的人我不提 那兒童時期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我反而是反問這個問題的 問的父母 就為什麼你的孩子 會希望別的同學來關注他 羨慕的眼神 讓他覺得我今天過得還不錯 而不是用對爸爸媽媽對他的肯定 而感覺到我今天這個人還不錯 因為兒童媽 他畢竟最依賴的就是自己的家庭 所以你要訪問你的孩子哪裡 遺失 流失掉 他的自信心哪裡流掉 我今天開門做生意 我今天可能可以賺到什麼什麼錢 但是我就犧牲掉了 我今天週末陪孩子的時間 我明明知道這兩件事情 我應該把陪伴孩子放在前面 父母到底把這個時間跟錢 哪個放在優先地位 就是你要用利用錢去討好小孩嗎 還是我用花更多的時間去陪伴孩子的成長過程 那這個我覺得還是我們要去思考的 那可能現在很多父母覺得我沒有時間去陪孩子 我就給他利用錢 他要吃什麼 要玩什麼 然後他正跟朋友在一起 他可以表示他的身分 他的名牌 那我覺得那個都是 外在的 危險的方式 對 很有名的故事 網路上流傳 當然我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不是有一個爸爸就要離開那個孩子 說我要去工作 爸你可以不要離開嗎 你不曉得我今天這個東西 我去演講兩小時 我可以拿到這個多少錢這樣子 然後小孩就從口袋拿出十塊錢說 我數學還不錯 那我可以用這個十塊給你換十分鐘嗎 因為你演講可以拿到一萬二嗎 我可不可以跟你換幾分鐘 對 好大的衝擊這樣子 對 這是網路的故事 可是就呼應了剛剛黃牧師講 就是到底錢跟時間 你哪一個放在上面 因為我們常常說 錢買的倒是有價的 錢買不到是無價的 那到底我們現在要給孩子是有價的保障 還是無價的保障 好 所以從利用錢的背後照妖境 其實看到就是自己爸爸媽媽的 使用金錢的這樣的一個態度 所以從信仰上面 我覺得利用錢這個議題 最終還是取決兩件事 第一個就是你的身教 是 或是上帝在你們家的呼召 也不要把這個好像講的爸媽 道德多高尚 而是上帝在你們家庭的呼召 你們家怎麼樣使用家裡的錢 你的孩子會看 對 第二個就是讓你的孩子 在使用金錢上面 是不要跟情感連結在一起的 而是有需要的時候他會使用 但他不會把它建築 把金錢 利用錢 再建築在自己的成就感 別人的自信心 別人的目光 對 我希望是家庭能夠提供他這個滿足的 這一個這一塊 那他就不會為了一個 一個你沒有送他 或者是要用自己的利用錢買玩具 在地上打滾 或者是每天奧賭服跟你講話 我想這部分應該可以 漸漸就因此而避免了 從這兩個角度 我認為 我認為談利用錢應該是 這個是大方向 至於那個細節 幾歲 或是什麼用多少錢 幾歲應該多少錢 我想那個就是每個家庭 自己按照你孩子的個性 自己跟你們家的設計去做調整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今天非常感謝黃牧師 還有孫老師 跟我們一起討論利用錢的問題 希望大家能夠有新的觀念 還有收穫 我們愛家好醫生 歡迎0到18歲的孩子 身心靈問題 都可以跟我們製作單位聯絡 我們可以和愛家的顧問團 到你家家訪 我們今天節目到今天 謝謝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正經說得好 你的財寶在哪裡 你的心就在哪裡 面對我們孩子 零用錢的問題的時候 我們先想一想 我的財寶放在哪裡 我自己的心在哪裡 其實只要我們能夠釐清 我們自己對錢財的態度 當我們給孩子 零用錢的時候 那些糾結 那些旁吃莫結的教養方式 恐怕就不是那麼重要 因為你的孩子 看見你的時候 他可以知道這筆錢 你怎麼用 你的心在哪裡 你的孩子也會把心 跟你放在一樣的地方